我只是想谢谢这个人 要是没有他 我或许还看不透 他也是好心 当然了 我们得一块谢谢他 趁热喝汤吧 李晨青 李晨青 这是电话找您 喂 喂 李哥 我 新嫂的车间来过电话了 找你找不着 打到法医客来了 说了半天我才听清楚 找赵小姐的 说过年要加班 说怎么也得把话传到了 我这不怕耽误事吗 一看就查查电话赶紧打过来了 我知道了 这个意外的电话 让李春秋一下子想到了赵东梅 找不到人 魏怡萍绝不会善罢甘休 已经过去十几个小时了 他到底有没有顺利地离开哈尔滨 坐到开往牡丹江的火车上 李春秋自认为完美的计划 真的万无一失吗 真的万无一失吗 喂 喂 我找赵东梅 又一个找赵东梅的 他请假了 年前都不会回来了 有事啊 管完年再说吧 麻烦我问一下 之前找他的人是谁啊 你是谁啊 不好意思 我是他丈夫 我们吵了几句 他皮肥太倔 昨天晚上就从家里出去了 好像是他哥哥谁的吧 看样子挺熟的 对了 他还上我这儿 查过请假单子呢 那个人是不是又黑又瘦 个子偏高 对 是他 有一个叫陆杰的是不是也请假了 对对对 前后脚请的假 请假单子还在我这儿呢 李春秋显然低估了郑三的能力 毫无疑问 他已经把陆杰的情况打听得一清二楚 此时此刻 郑三应该也在去往牡丹江的路上 现在只能祈祷郑三 没有想到赵东梅会避开哈尔滨火车站 从二道盒子做火车的计划 但惊艳告诉他 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敌人的愚蠢上 是最危险的 要来 我有急事 我先走了 等我回来 我再找你 有些事情 我们说个清楚 我再拒绝了 我再拒绝了 我在会上问过了 电话是赵东梅他们单位打来的 慢慢来嘛 只要你再十把劲 老李会回来的 1983 eigenlijk只要你再拒绝了 过owski 文贵 明清 请 Luego 请 上 都打听完了 只有一趟火车到牡丹江 中午十二点半 别想 后车室和书标处都找遍了 女的本来就不多 好着 但是没看见她 三哥 咱要不要到火车站等着他们 那么多人 即使他们来了 怎么动手啊 胖子 你要是他们 这会儿你会藏哪儿 会不会跟咱们一样 也在饭馆里 在汤湖老酒喝着 你是不是傻 他们不能露面知道吗 寒冬腊月还有青郎陪着 那怎么的 也得找个旅馆烤烤火呀 这小货地方 到年根还营业的旅馆 肯定没几家 分头找 行 小哥 阿玛您问个路 不会 谢谢 我呀 刚来到这儿 得住到过年 请找个旅店 咱这儿有吗 不知道 不太清楚 大车店也行啊 大车店也不知道 沈桂的 有房吗 嘿嘿 有房 嘿嘿嘿 再有两天都过小年了 没什么人住 哦 可真您挑啊 可说呢 整个镇子就你这儿开着 好买的呀 这还有别人住吗 人多不多 可别太闹了 辛苦人挣个辛苦钱 除了您 就一户 小两口子 放心 指定清静 那就好 那就好 我晚上睡觉不太踏实 有好点的屋子吧 你等着啊 这好屋子 肯定都比第一个来的 给挑走啊 不至于 给他们是一上楼左边 给您是一上楼右边 这是咱们这儿最好的了 那这样 掌柜的 能不能让我自己 先上去瞅一眼 行吧 你先香 香中了 再拿钱 谢谢 给您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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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妹子 送水的 大妹子 谢谢 爱 大妹子 小imer子 다뇽 大嬢 百آ 迷 你 cera 嗯 哼 哼哼 哼哼 哼哼哼哼哼哼 哼哼 哼哼哼哼哼 啊 我育地与死小王 我胆的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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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彪子 彪子 端子 我在这儿呢 端子彪下的一个女人 滚 端子彪 快点去 端子 快 快 快 帮他 端子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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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枪 打开保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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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子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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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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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别动 很快就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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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认识的地方 你看着我 要是我们还能再见 要是你是一个人 你会娶我吗 我会被对下来 Criminal 宏联益 Capitol 5 路由 到 与 了 安 2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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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来接你 谢谢曾啊 是吧 哎 别慌 我来说 咋的啦 西方运动这 从哪儿来的 有树屯啊 有树屯 啊 这不是顺货 回城过年儿吗 手抬起来 手 俩人都抬 好了 这么近拿出来看看 出啥事了 小事 来的路上见不见过一辆车 车上有三个男的 有一个手上还受了伤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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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吧 有人报案 还知道的很详细 啊 我 你 还知道 我很是的 我 都不 都不 我 还知道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事情 一定是 我 这就是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有一点 我 不知道 你 有一个人 还能 坐在对面 对他微笑 或者说话 撒娇 陪他讲那些过去的事情 现在 他已经再也见不到了 他甚至 不能去抱着赵东梅 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他必须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他唯一能做的 只有等待 他还得像平时一样 脱了鞋 泡着脚 等待有人来告诉他 赵东梅死了 和凶手伏法的消息 这世上 再也没有什么 比如此等待 更令人难以忍受 老李啊 出事了 刚看到的举报 有一个案子 在二道盒子 四方律师 发生了一几日命案 死了两男一女 难得如今 女的好像是赵东梅 要不要过去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DS 稳去 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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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 知道伊万诺夫开的那家医院吗 那个俄义犹太人 明天和我见面的人就会在那等着 你们那边有什么风声吗 暂时都是安全的 照着以往的规矩 每次涉及到凡特的行动 只要是在哈尔滨境内 哪怕就是再突然 我也会第一个知道 你看看 也许是岁数大了 胆子就小了 以前推开门就往外走 头都不回 现在好了 恨不得占卜算上一挂 翻翻黄历才敢 动神 你看看 我多说一句啊 其实 很多事情 您没有必要亲自去 我不能不去 人家会不高兴的 谁这么大架子 非得您亲自露面 要不明天 我去吧 怎么 你觉得会出事 怕我万一出了事 你的那些个信 会被寄出去 我做梦都怕 其实 上面 每次布置这种 保密级别 很高任务的时候 理论上 我不会知道 但是这次 我还是去吧 我在 总比不在要好 怎么都会 不行 怎么会 我 不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动泄密了 大多数特务都是在我们破解密码之前就消失了 但最后这个应该是在消失之前使用的常规性迷惑手段 那名单上的人这不都失踪了吗 他们以各种各样的理由离开了家和单位 单个看每个人都合情合理 只有一个一个却发现这么多意外的巧合 才能看出破绽来 我们还是把他一步 那么一平 不 还没到动他的时候 收了 够晚的 哎 小范儿耐动啊 未到都挣点钱过年 这个假烧说得不错 我们是不是有些太多虑了 戈壁的族客已经换人了 对面突然出现了一个混沌摊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知道了 知道了 还在一眼呢 知道 姚兰陪着呢 听说 她还哭了 她是真哭啊 还是假哭啊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叮嘱好监视魏怡平的两个同志 千万要小心 啊 好 老陈啊 你说的对 李春秋这个人 还是可靠的 我向你道歉 别别别 只要我没盯错人 那就好 对了 还有一个事 滕达飞手里啊 还有个日本人帮她绘制一份不知道什么样的地图 具体情况我还不了解 有个地名叫北较场 是李春秋看着呢 她妻子赵东梅 那还能往下跟吗 她死了 就是因为她发现了地图 报名区对她下手了 就因为北较场三个字 要杀一条人命 那这个地图里边得藏着多大的秘密啊 好 人到了 那你去吧 好 那妈 我先走了 眼下最要紧的 还是黑虎计划 那批特务 之所以能够突然的消失 那就说明 他们要开始行动了 唯一能够找到突破口的 就是李春秋了 那我去了 明天上午十点 我会在候诊室等着 她会来找我 您看明天这样怎么样 我先去 您先不要出来 当我确定现场很安全的时候 您再露面 有 不过你没有见过她 我也不知道明天她会把自己包裹成一个什么样子 你记住啊 她 犯有肺病哮喘 超不过三分钟 她就会咳嗽 还有 她和我明天见面的时候 会主着一个 早木的手杖 什么 金秘书 金克检 高局长 长春保密局 那可是铜枪铁壁 那门还真不好进 疯不着 前前后后 我找过三个人 头两个人呢 都没有打进到最后一道门 只有金克检同志 成功地潜伏进了长春保密局 可是糟糕的事就在六天前 也就是拉月十六的晚上 她的身份暴露了 我是第一时间 向她下达了撤离的命令 但是 她取决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直苦苦寻找的黑骨行动 始终没有什么线索 而老金呢 她想到了一个 能够打开黑骨计划的突破口 按照她的这个法子呢 简洁 可行 合情合理 从理论上来讲 无邪可及 但是呢 确实是 代价太高了 什么代价啊 除了她家人的安倍 还有就是她自己的生命 为了安全可靠的获取黑骨计划 金克俭制定了一套 可以迷惑向庆寿的计划 他编造了一条假情报 然后伪造了几张假汇票 目的是 让向庆寿通过汇票 查到他的家庭地址 一旦向庆寿用金克俭的妻儿 来威胁他时 金克俭假装投降 将事先编造好的假情报供出 获得假情报的向庆寿 必然会跑到哈尔滨 赵惠腾达飞 我要去趟哈尔滨 订最快的火车票 并不厌诈 金克俭同志 通过牺牲自己 把向庆寿 送到我们手里 为什么金秘书认定 向庆寿一定会到 伊万诺夫私立医院呢 向庆寿的气管呢 是个老病根 日本人还在的时候 他就在伊万诺夫那开药 那个时候 那儿呢 是个私立诊所 他也尝试过到很多地方 都没有治好 他的这个哮喘和咳嗽 最近他的病情就加重了 金秘书呢 在这个私立医院里安排了人 在他被抓前呢 他也确认 说向庆寿肯定会去的 他会借着看病的机会 是见见他想见的人 毕竟 金秘书的这个情报 对他来说 太震惊了 是啊 真见面 真看病 没有比那儿 更完美的街头地点了 是没有比这个更完美 但更残酷的计划了 他的家人 都安全了吗 我们联系了华东局 已经有人帮他们偷现了 向庆寿肯定会 向庆寿的事 你放心 我们社会部不会留一份力 需要的时候 我自己都可以去 不过有一点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不用你们公安局的力量呢 李春秋的事情 我跟您通报过 你是不是怕 不不不 冯部长 你就误会了 向庆寿的案子 是军管会领导独办的 一切 他就是为了保密 我们从驻地部队的侦察连里 调了一批同志 昨天已经到位了 毕竟是长春的特务头子 我相信 他跟我们一样 小心 谨慎 冯部长 现在再不空 还用我们这些熟悉的面孔 那你这 明白了 所以啊 我今天呢 就是来搬救兵的 根据现场的情况呢 你们才更有经验了 你放心 义不容辞 那向庆寿的照片 什么时候送来 根据金秘书的说法呢 说他每次出门呢 都得沾假胡子 何况这么寒冷的冬天 我看看面 还真不如听音 别忘了 他是有气管病的 走不了多远 他就得咳嗽 这一点 他是绝对掩盖不了 爸爸玩上厕所 美希啊 你先等等啊 爸爸一会就出去 等爸爸一会 谢谢你送我回来 还上去吗 孩子呢 他来对他 大家感谢你 muchís 什么都不妨 早点 我